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樣用PowerPoint本身的錄製功能 去錄製一個解釋和片段 加上不織的內容 然後再另傳成為一條真正的影片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 在PowerPoint裡面 這裡有一個錄製的功能 我們按一下 你會見到PowerPoint裡面有版頭 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頁 我們只需要在這裡有一個錄製 投影片放影 你可以在本身這一頁開始錄製 例如你去第二頁才開始錄 或者你從頭未開始錄都可以 我們如果有頭未錄過的話 我們可以按這個 從頭錄製 這裡會告訴你是不是開始 我預備開始就可以了 按錄製 在這裡你見到它按了之後 它會告訴你有預備的時候 現在這裡就可以開始錄製了 你可以開始講解說 然後完成這個片段 完成這一頁之後你可以按下一頁 在下面有些筆的符號 你都可以很好的使用 例如用雷射筆 你可以point out 你現在講的內容在哪裡 第二、畫筆的功能 你可以捐畫你需要的內容 或者用螢光筆去 highlight 一些重點 這個也是可以去用的 做完一頁之後 就做第二頁下一頁 你完成了這麼多頁之後 你在這裡按停止就可以了 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下面的時候 會有每一頁的頁數 以及寫了多久 原來我這個影片 剛剛已經錄了45秒 在總共45秒裡面 這一版就佔了12秒 然後這一版就佔了26秒 它有了它的筆跡在這裡 你可以重播去看自己 有什麼內容 你可以停止 可以回到交叉 出來這裡 在這裡裡面 你可以自己檢查每一頁 你會看到右下角的 喇叭的符號 即是說 已經有聲音在那裡 你可以聽回每一頁的聲音 如果你錯了這一頁 你可以 delete 了這一頁 例如這一頁有一些筆跡 我不是很想要的 你可以按了 然後去 delete 了 那就已經可以了 然後完成了 你所有東西聽過 沒有問題 你可以來這裡 有一個回出至視訊 按一下 這裡如果它說 你需要的話 你可以選擇不同的像素 1080或者720P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如果4K 其實就已經很大 我們日常的工作裡 或者日常的生活裡 其實不需要去到這麼多 我選1080吧 在這裡 它需要選擇一個 你需要不需要旁白 即是剛才說話的內容 如果要的 我們就按這個 我們是需要的 所以選擇這個就可以了 最後 建立視訊 按一下 然後我們選擇 合適的位置 然後選擇 這樣就應該已經完成了 我們現在可以去到這個 看到這個 不過有時候它需要少少時間 然後才處理好 它會變成一個MP4的檔案 按下去 現在就可以聽到 和看到裡面的內容 你可以把這段影片發放給同學 或者發放給合需要的不同的觀眾 希望在這段影片 可以幫到大家 如何用PowerPoint 去錄製你自己的演講 或者介紹的片段 拜拜